妈妈,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学习压力很大 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你一定要幸福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对不起,误念 2004年4月9号 我去啊,现在18年了呀 强死打捞第76天 第一捞走起 最近呢,听说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视频啊 但是呢,看了你又不点赞 点赞了,你又不关注 你还要我怎样呀 从未见过有如此 厚颜无情 我擦雷,兄弟们 你们看,这是什么 这是两匹马吧 你还别说这个东西还挺重的呀 今天的第一捞运气就这么好 我感觉,这水下肯定有大货等着我呀 来,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二楼 走起,走着 呦,兄弟们,又有东西了 咱们赶快拉来看看,看看是什么东西 咦,兄弟们,这是什么东西 你还别说这个东西还挺好看的呀 这东西要送给隔壁的王小姐 那我就可以脱单了呀 再来一次,走你,走着 呦,兄弟们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去啊 这难道是一个包吗 我去啊 兄弟们,这还真是一个包呀 这个包上面的图案 咱那么一言难尽呢 咱们赶紧打开看 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去啊,兄弟们 这包里咋还藏着一把刀呢 这是谁的包呀 为什么包里要装一把刀呢 咱们再看看这包里面 还有没有东西 咦,里面好像还有东西 一个手机壳 还有一个发卡 别的就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吧 咦,兄弟们 这里面还有一张纸条 我去啊,咋那么难掏出来呢 兄弟们,这纸条貌似上面有字呀 咱们打开看看,看上面都写了什么 妈妈,我不知道怎么了 我的学习压力很大 这种方式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 你一定要幸福 这是我唯一的愿望 对不起,误念 2004年4月9号 我去啊,兄弟们 18年了呀 赶紧跑,兄弟们 我去,这里太吓人了